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社村有一片突出海岸的半島地形 就是知名的新社水梯田 整個田區相當完整 成為花東海岸線上少數沒有建物的農地 新社水梯田能夠維持自然完整 都是在地居民有著共識 世代守護土地不願變賣農田 春耕時刻 新社格馬蘭族的農民潘銀華 開始夏田插秧 這片面積廣大的水梯田 從山頭向海洋延伸 面積約有二十多甲 這裏的地形我們這裏簡稱為半島 因為這裏是屬於我們新社半島 這個田裏也是水梯田 總山那邊整個都是我們這裏 幾乎都是梯田 這邊可能就比較好一些些而已 比上面好一些 因為上面梯田更高 我們這裡是比較平一點 大概在二十五甲 結果現在海水的寢食 可能差不多到二十甲而已 新社水梯田一年有兩過 田區保持相當原始 並未重劃設置道路 所以每到插秧時刻 都必須依賴人力搬運 以及使用插秧機來工作 因為我們這裡是梯田 花的人力會比較多 所以我是 以前我們都是用人工 到後面會比較越來越少人 以前都是互助 現在要抬央秒而已 就整個聽到抬央秒 大家都暖掉這樣子 根據部落齊老朱武雄回憶 新社水梯田歷史相當久遠 族人陸續開墾梯田 早期種植漢稻 接通山上水源之後 就開始改種水稻 可以講有兩百多年吧 有兩百多年 最早兩百多年了 多多三百多年了 我已經去伊朗兩百多年了 那時候就是我們去伊朗 就是這個問題 早就這個田就有了 我們來這邊是人工做的嘛 小小塊小小塊的 插秧機在肥沃的黑土上 賣力的前進 許多角落機械無法插秧 就靠人力補上 同村婦女一起來幫忙 在意味著海岸的梯田上 形成辛勤農事的動人畫面 新設水梯田區能夠保持如此完整 沒有一棟水泥建物 甚至沒有一塊田地休耕 完全是部落族人的共識 不願賣田 希望世代守護農地 我們還有這一輩再種田 不希望人家來這邊幫我們那個 因為如果說這個地方這麼完美 你如果說賣給財團或是說那個的話 變成在這個半島裡面都會蓋有建築的話 覺得很不好 因為現在老人沒有辦法種田 我們用這種 像跟他租地來做這種的方向 不要讓他反地賣不掉 在新設部落有阿美族 格馬蘭族與薩奇萊雅族 三個族群居民共同居住 村落面積不大 戶數百餘戶 都是集村居住的形式 沒有人把房子蓋到田區裡面 田裡就是田裡嘛 該有房子的盡量把家裡就搓在一起 有什麼大家比較好照顧 很少現在除了自己沒有自己在部落裡面的 沒有可以蓋房子的地 他只能再靠自己的土地才有蓋到 那個半島是比較 去以前老人說那邊就盡量是不要蓋房子了 在三月次童花開的時刻 格馬蘭族人會舉辦海祭儀式 來祈求出海平安 漁獲豐富 不是故意這樣是海祭啊 讓人們說拜海 拜海 對啊 拜那個有什麼 就是拜可以嗎 拜那個 所以就是為了我們的夫婦 還是抓到很多 所以要拜 就是意思是這樣 好像拜平安 我們出海 海浪也沒有 風也沒有 好好出去 好好回來 這樣的意思啦 拜海就是這樣 對呀 祭典時刻 召集部落的孩子 一起來學習傳統祭典 在海祭儀式中 格馬蘭族人會準備動物內臟 以竹枝串起 在頭海祭拜 這個 那是 好 就是 水 可怕 或者蛇 可能 那牠 用 Diversity 很棒 �疫苗 exfoliating 潭 像麻糬 麻糬有弄 這樣用丟的 到海邊丟 對於東部原住民 上山種田 下海抓魚 已經是生活的常態 居民隨著四季運行 從事不同工作 我們這個抓魚的時候 抓這個匯 沒有幾個月 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到五個月 五個月就差不多了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原住民 就是這樣的生活 靠山靠海 時光流逝 由於緊鄰海岸 海風不斷吹拂 潘映華表示 因為海風強勁 讓昆蟲不敢接近田區 反而讓農民減少使用農藥 可能是借助這個天然的海風 比較不容易中病 那相當的我們就少了這些工 買這些藥去盟它這樣子 可能是說風大一點也不好照顧 去擦在這裡 好處是 當然了 我們就省了很多這個工跟藥 錢 面對生態種植的趨勢 潘映華和幾位族人 在山上農地種植 並且配合花蓮農改廠的協助 在田耿旁種上田邊植物 引誘克制農作害蟲的瓢蟲 蜘蛛等天敵來棲息 達成昆蟲防治的目的 他不斷嘗試新技術 希望讓其他農民也能進行生態種植 外面講說種有機會比較好 我是說我覺得有機 因為我們根本都沒有做過 而且我們這邊水梯田水鹽 比較不好取得 會經過人家的田間 所以有時候說要 往這個方向的話 可能要大家共同一致 大家來商討 直接才做這個採討 來到部落中 在農賢時刻 潘金英開始編織香蕉絲 做成的帽子 他是葛瑪蘭族的母語老師 也是部落中少數 會製作香蕉衣的傳統藝將 他拿出傳統的香蕉衣 說明衣服的珍貴 這個就是以前我那個 已經差不多有50年了 我媽媽他們做的 這個又燃那個 這個也是香蕉布 用樹狼 對 用樹狼 潘金英表示 以香蕉樹幹抽絲 再依照絲線粗細 來製作不同物件 過程相當繁瑣 工法也相當細膩 香蕉皮 我們樹幹割好了以後 我們尾巴也要剪掉 然後現在就一片一片的給它刮 然後這個有分兩段 三段 最旁邊那個是 我們要購帽子的 以前是就要購帽子 要那個織布的 我們就用最旁那個第二層的 這個維線比較均勻 然後中間的就是要做橫線的 稻子成熟時刻 準備等待收割 豬五熊到田區巡視稻田 並且檢查自製的驅竹筒 利用水利敲響鐵桶 來趕走鳥類 以及最會破壞的山豬 有聲音就山豬都不來啦 有工工匠啊 那個行話都會好啊 對 好像有人 山豬就怕就跑掉了 敲響鐵桶的聲音 守護金黃稻米 在收割時刻 族人一同前來幫助收割 部落的孩子也一起夏田幫忙 許多家長也因為孩子的願意參與 更加堅定保護農地的決心 就是會覺得真的很辛苦很累 然後會覺得爸爸他們 太辛苦了 然後 那個我們有時候要多幫忙 減輕爸爸他們的負擔 割稻的時候 還有出海 不然就是幫忙家裡的那個 做田啊 然後一些知道 要怎麼照顧那個米 跟那個羊鳥 又是一季收割完成 延續百年農耕傳承 但是在潘銀華心裡 卻是對未來不安 他陪伴族人 建立不賣田的共識 但是面對越來越少的下一代 以及不願回鄉的青年 他憂慮最自然的田景 終究會消失 因為現在都斷層了 沒有銜接了 所以一直要把小孩子拉下來 還是目前已經有幾個 願意回來做了 只是慢慢可能會 把它再融合起來 因為小孩子現在少了啊 越來越少不結婚了 不生小孩沒有孩子了 那誰要去維持這個 而且務農又那麼累 沒有人想要做 在新社水梯田 有著百年守護的心情 維護最美麗的農耕環境 但是時代巨輪轉動 最美的梯田 面臨未知的命運